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一起读一读 一卷旧约里面的极短篇 是先知书哈盖书 为什么叫极短篇呢 因为这卷书只有两章 特别翻圣经的时候 假如你不太熟悉圣经的顺序的话 一下子会翻过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被圣经目录 那么小先知书 荷尔摩尔 拉弥鸿哈 翻该亚麻 那么就是在西方亚书和撒加利亚书的中间 就是哈盖书了 今天先跟大家聊一聊哈盖书的写作背景 哈盖书是写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 犹太人亡国了 被卤了 在被卤的过程中 自己的家园 特别耶路撒冷 其实是遭受到巴比伦很大的摧毁的 那么在这个毁坏里面 首先被毁坏的那就是当年所罗门的圣殿 但是在被卤之后 神恩待他们给他们机会又归回 那是因为巴比伦又被波斯帝国所亡了 那么波斯王朝是一个非常大的王朝 地理上横跨欧亚非三州 这么大的王朝当然就会有不同的民族了 波斯国王改变了政策 他改用怀柔政策 于是呢就给各个不同的民族多一点自由 那么这些犹太人呢希望回乡重建家园 也得到国王的允许了 历史上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三次的归回 那么哈盖是在第一次归回的行列之中 那一次还挺盛大的 索罗巴伯带了大概五万个人回乡 那么这是发生在公元前五百三十六年 对一群热爱祖国的人 回乡当然不是为了去度假或者是旅行嘛 因为故国已经是没有什么好旅行了 一片废墟了 回去是为了要重建的 那我们可以想象了 这一批几万个犹太人回到一片废墟的耶路撒冷 重建什么呢 首先重建的当然就是圣殿 所以他们回乡很快就开始开工 打地基要重建圣殿了 轰轰烈烈的事情 地基盖好很可惜 从此就停止了 那么这个停止有很多原因的 哈盖苏提供了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在旧约历史书里面 也提供了一些客观的原因 那么在后面几集里面 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了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们这打完地基 杀手不管之后 一停了就停了十六年 到了公元前五百二十年 这有十六年停工的时刻 在这十六年里面 百姓雇自己的家园 但是圣殿地基是打好 却从此荒废了 那么哈盖就在公元前五百二十年 上帝呼召他 要他为主发热心 于是哈盖就在这里五百二十年 也就是和和本圣经翻译的 大利乌王第二年 十六年之后 上帝使用哈盖 他开始传讲神的话语 奇妙的是在这里 当哈盖先知和当时其他的同工 一起兴起为主发热心 激动百姓领袖 为主侍奉 重建圣殿的时候 其实真正需要 只有四年就把圣殿重建好了 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其实就够我们去思考了 那就是停工可以停十六年 一再拖延 一再拖延 诸多的理由和借口 也有客观困难和挑战 总之停了十六年 因为很困难 很困难 很困难嘛 其实真有这么困难嘛 只要重建四年 圣殿就做好了 当然了 有时候人会把我们的困难挑战放大 觉得太困难了 所以我们就放弃了 拖延了 起不了劲 一起来工作 一起来侍奉 但是真正当我们顺服神的带领 真正做的时候 困难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 用这个角度来看 十六年的停工 其实可以盖四座圣殿 求主带领我们 就一点点的背景帮助我们思考 你我今天会不会 把我们人生中的困难看得太大呢 圣经说 在人可能有难成之事 不过在主里面没有难成之事 哈盖苏就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了 下一集让我们看看 为什么他们一停停了十六年 有什么原因 而这些原因会不会也影响 今天我们跟从神的日子和脚步呢 我们下一集再见 平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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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